对对对,我这个人是很喜欢笑的 哈哈哈哈,你看我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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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所以那个蚊子也是藏不住的那个 冲动 对对,那一下确实没有想过的 我自己也是,就他 刚好,到他唱副歌了嘛 我在弹吉他,然后他 我看他,看他在我旁边 我走过去就没有 对,就忽然一下一个 自己也没想到,对 就回去跟他道歉嘛,因为 拍出来的照片好像他有点吓到 有点猙獰,对对对,我 我还没有,我回去可以跟他 说一下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这太用力了 其实陈琳日前出席活动时 就很坚决的说,不会去 看男友的演唱会 哦,原来这些不过只是延误淡 而已啊,其实我自己 是我自己特别跟他说 先不要跟其他人讲 其实连我们的朋友,最好的朋友 连我最好的兄弟 就直到昨天晚上深夜才知道 对,他 他就是我那个乐队的鼓手 我慌紧,对,他 他跟我一起彩排,他就觉得 哎,为什么到这里换一个年轮书啊 那么怪,哈哈哈哈 我想唱不行吗,拿那么多问题 他每天都问我,好怪啊,这里 你不要这样的,我不行,我就要这样 到结果昨天晚上,哎,哎,哎,嗨,嗨, 对,然后 到昨天晚上我才跟他说 对,所以我有特别跟他说 包括跟他的经纪公司的人说 我说,麻烦帮我保密一下 对 第一个开始是你邀请他 还是他自己说 当然我邀请他 对,对,当然 他要想一下吗 还是他马上就答应 他,没有想 没有想,对,对,对 演唱会结束之后 李荣浩也立即在微博发文 再一次多谢女友杨琛琳 而琛琳也有甜蜜回应 说自己在演唱会途中 被男友突如其来的举动 搞到脸不变了型 但他表示自己很开心 可以担任神秘嘉宾 之后还附上行星呢 真的是甜蜜到爆呀